下方的一個廣場叫做瓦斯納佛廣場 那邊呢是14世紀的時候所開闢的一個新城區 那舊城區呢就是我們以這個老城廣場 就是胡適的雕像以及天文中那邊呢是屬於舊城區 胡適廣場呢是因為漫漫的人口越來越多呢就在多開闢的新城區 所以包括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雕像的部分呢都是新城區 我們說新城區其實也是在15世紀的時候開闢的 所以距離現在也都有大概500多年的歷史 在新城區那邊當時呢是作為那種 就是這樣